各位哥哥,打起菲仪小姐和鄭雅琪小姐去陪同考生出席 嗨,你好,考姐,你好,幼稚園 好,菲仪,你這麼多的考姐,我們來考質清涯 考姐,自從這個藥藥一五年,自他記之後 你的戲迷真是漢村秋水,等到頸都上來 終於,兩年後就等到跑者再次踏台版 演出這個《卯丹亭經報》 其實那次演這個戲寶,有什麼情況嗎? 首先,我很感謝各位傳媒界的朋友 以及我的朋友,Yang Hoa,張雅琪小姐 我們在2014年,和李副議員打起菲仪小姐 做過《柳木》的《卯丹亭》的截止戲 這次再有機會,能夠將《卯丹亭經報》的全劇演出 很開心,而且還加上年輕演員 像李偉康、關海參和北京的《卯丹亭》 又有高樹兄弟和我們拍攝 所以很開心,謝謝你拍攝 我們個人都會盡最大的努力 將這套戲演好,希望觀眾喜歡和支持 多謝大家 現在是非常緊張的,和非常緊張的 心情是非常緊張的 等於我現在一樣,和本心 再次,第三次一起做這個《卯丹亭》 是很緊張的,我首先在外面已經心跳了 是的 你那些什麼感覺呢? 雖然我每年都這樣說,但我真的很感恩 很感謝華光師傅 很感謝裴珍姐 很感謝優先生 很感謝各位,讓我有機會參與一個這麼好的製作 和和裴珍姐學習 是的 那你和考姐身上學到什麼呢? 兩位後輩 嘩,她真的可能在說一個小時 你聽著 最主要的,我真的學到 如果我希望學到重裴珍姐 我希望學到她在舞台上的眼神 尤其是她的眼神 尤其是她的臉口 嘩,真是 我的直覺 但是很多,除了台上 還有台下的代人 尤其是她的臉口 這也是想學裴珍姐的眼神 還有大家可能比較少看到裴珍姐的繁花眼神 其實也是很棒的 所以我覺得裴珍姐的心斷很柔軟 各方面 還有對戲的戒口很透徹 裴珍姐會教我們怎樣鋪墊一下 所以我可以帶她去演 還有台下就學裴珍姐的鮮文大裝 啊,這個很厲害 真的可以說到她的臉口